台六四及六五线可以说是新北市两条主要的高价快速道路 因为车多容易造成交通涌舍的情况 如果又遇到车祸事故的发生 那么交通涌舍的现象就更加的严重了 如何改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找到了方法来因应 台六四六五是新北市两条主要的高价快速道路 车多易拥塞 一旦遇到车祸拥塞状况更严重 因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今年四月一号开始 实施台六四六五快速道路跨区支援协调机制 就用跨区的部分是去处理交通事故 所以从三月份到四月份这样一个实施成果 从八分钟的处理时间 减到十分钟的一个交通事故处理时间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这样的一个进步我想可以减少我们的用塞部段 用事故发生时的一个用塞的情况 对我们所有的市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交通的一个安全快速的一个保障 各分局跨区支援协调车祸事故 不仅能够缩短远景到场时间 更能够减少快速道路的用塞状况 以六四快速道路来看 加到入口最少的新庄区也为受惠 新庄分局的辖区发生车祸的话 以前就是新庄分局它必须要从三重 或者是从卢州永安大桥这边上去 但是这样子都比较远 那如果现在的协调机制 我们就是请三重这边直接上来 或者是从永安这边直接过来 那就速度就快很多 当然要缩短车祸处理时间 民众不必等待警察到达事故现场 其实可以自行透过放播话译等五步骤处理 遇到行为交通事故时 请牢记下列事故处理五步骤 通过简单的事故处理五步骤 就能提供事后警察判断肇事责任归属 也能减少道路拥塞状况 提醒民众在车上自备故障标示 以及粉笔以备不时之需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新北市采访报导